編曲 手好濕啊 擦不乾啊 大家有看到我們的影片了齁 那就是剛才洗完鼻涕以後 衛生紙就跟著垃圾 還有跟著你的戒指 全部都一起丟到垃圾桶去了 所以說 這個是在室內算海洋 我等下去垃圾桶把它找出來就好了 不過在室外的話 那你就麻煩大了 就假的我們一般衛生紙 有時候因為戒指它濕嘛 濕了我們擦了以後 比較舒服 問題是戒指還在這個 衛生紙裡面 那我們可能通常是塞口袋 塞口袋 那我10個客人裡面 除了什麼跑步掉到水溝裡 捷運掉到地上 或是珠寶蛋麵的沒有澆水沒用好 掉到地上不見了 那這是真的找不回來 因為畢竟你是在捷運或是哪裡 那公園那個是被偷的 那 就假的說你一般只是洗個手 因為有人會覺得濕濕的很不舒服 把它擦一擦擦一擦 先放在口袋裡面 等一下呢 進個捷運站 或是進個什麼 看到有垃圾桶 馬上壞習慣 不是好習慣 把垃圾直接丟到垃圾桶 就 一丟啊 完蛋了 那戒指在這個衛生紙裡面 所以說在戶外是更危險的 你現在在室內是還好 我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撿出來 所以說這個戒指在撕的部分 喔 是要擦的話 最好是擦完馬上把它帶回去了 喔 擦乾的就帶回去了 不要再丟到衛生紙裡面 真的非常非常容易用丟 有沒有 啊 啊